接着提供您一场活动的预告 迈入第17届的园林国际偶戏节将在10月8号到13号举办 这次不但有历年金掌奖得奖团队到县内各乡镇来巡演 还有cosplay争选竞赛跟痛车秀 以及来自日本、韩国与俄罗斯的偶戏团互相交流 当然我们的布袋系国宝黄俊雄以及陈锡黄也没缺席 就是要让乡亲跟游客们在传统与现代的展演当中 来感受掌中戏的迷人 以及国内外各个有特色的偶戏文化 布袋系国宝黄俊雄大师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演出实力不减 看到老前辈这么拼命 后辈当然也要做出最好的展现 温宁国杰娇气质 万县再秦主来拔揭 建权影响故事万年年 开台影响人数借败温宁在地故事 但温宁也有这个争讨最后 呼称开台第一争 技术海县的边团团 总是我们温宁官 赞金金正中比赛 也是结出团队 也是讲我们文化这样的提出 所以这都是非常优秀的表演技术 进入第17年的云林国际偶戏节 除了一样有国内外团体演出 优秀团队的下乡巡演 也是推广偶戏的新做法 因为要传承文化艺术 有传统也要创新 我们是新的变化 新的设备 所以就是说 音效啦 灯光啦 各方面都改革啦 对国有来的温宁 对国有来的 冲出新的 新的冲出的出来 温国的新 所以大家爱人心就对 人间国宝 黄俊雄及陈其黄大师的演出 让大家非常期待 大小金长的竞赛 布袋戏七年的竞演 也能满足看戏的渴望 让大家感受到 主办单位的用心 不只是传统的这个 就是布袋戏统的表演 它也透过科技 还有就是各种的 就是真人的这种表演方式 让布袋戏 更多元化的传承下去 不只是台湾意象 也是分年第一啦 国际偶戏节 我们可以担动 我们全国各地 所有恋爱保抵系 在乡亲时代 都会来到我们分年 今年的偶戏节 得到文化部竞争型计划入选 也是交通部观光局 国际观光年历的重点活动 一百多场的演出 有传统有现代 就是希望偶戏文化 继续受到喜爱传承下去 记者010云林采访报导